佛子天地游记第一册 下篇 地府听审 时期观地殿诸佛菩萨与台长法生开始 阎望殿听审退转造口业犯邪淫之弟子最灵 问 2018年11月24日 弟子梦中被金光带去天上 穿过一层又一层的白云后 见到周仓菩萨 护法菩萨带着弟子飞向观地殿 弟子向到达观地殿的诸佛菩萨 一一请安后立在一旁 今天师父的法身也来了 诸佛菩萨给弟子开示如下 佛陀天下万恶皆由心起 一面恶则万恶生 心中乌云障碍 如来本心致使众生 沉迷轮回苦海 堕落恶道 不见天日 观世音菩萨 唯愿众佛子 一心传承我佛如来悲愿 常发悲心 就拔众生苦恶 广情佛道 广度众生 我佛怜悯众生苦 不忍众生在世 痴迷最终堕落恶道 才实时提拔你魂体 下去听神 众弟子 要时刻谨记失言 谨守佛法戒律 才是真佛子 普贤菩萨 只要心灵法门 佛子发悲心 佛不失利益众生 广情佛道 旧度有缘 我佛如来 隆天护法 皆会实时加持佛子 忽悠佛子安康 周仓菩萨 在观音堂 奉守佛法戒律者 诸护法欢喜忽悠 夸夸其谈 傲慢无理者 我周仓不喜 希望佛子们 要真修 尊师重道 莫做奈假事之人 观地菩萨 凡在世犯恶口 诽谤佛法僧 破坏我佛法戒律 如若痛心忏悔改过 我佛如来依所犯之事 大小减轻成见 妄恩负义 不尊师道者 趁早回头 向诸佛菩萨忏悔 还能免去地狱之罪 死后还得人身 切记不可 把我佛法门戒律 当儿戏 南京菩萨 凡在世佛子真心 忏悔诽谤恶口之罪 必得念诵两波一百零八遍 礼佛大忏悔文 接下来 师父法身 也给弟子开示如下 你这个小童子 所在的当地 共修会义工 记住一定不要 在众人面前 过于渲染你这个 没出息的小童子 你也只不过是 按照人间说法呢 是个天上的信差 和打字员 帮忙送信去地府 和写地府的石像罢了 你给我 好好的像个样 多多的深入去理解 白化佛法 给我有出息一点 弟子惭愧 确实修得不怎么样 现在呢 周仓菩萨 护送你去地府 你这个没出息的弟子 就好好的快去快回 好好的把所见所闻 写去东方台秘书处 说完 周仓菩萨 就把弟子 送去地府 阎王殿 阎王殿前 跪着一个女罪灵 灵体焦黑 被火烧过 哀哀哭泣 阎王怒目瞪着罪灵 是要自己说 还是本王说 女罪灵开口 我撞车死的 车祸爆炸 活活烧死在车内 部署于马 XXX 是卢君洪台长的 海外弟子 来自XXXX 地府机密 不便公开 接触心灵 法门 父只是单纯的念经 表面学佛 没有好好信守 佛法戒律 我本身业障很重 家里有沙业 罪灵自己 坦诚祖上养猪卖鱼 再是欺骗同门师兄 死后阎王 播放出来 我丈夫死后 自己没有跟进 师父的露营开始 不知道这是自身业力牵引 才导致家里的苦恶 我不明白 在祖上杀业 怎么会传三代 怎么会祸害子孙 怎么没办法 让我避开厄运降临 我死后阎王 才把我的前世英国 播放出来 世界上的每个元气 都是前世英国 我在事实不懂 我对法门起疑 觉得观世音菩萨 不灵验 质疑心灵法门 质疑师父 退转不休 还到处造口业 劝别人 不要修心灵法门 甚至影响我 所在城市的执法部门 我捏造罪证 和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况 执法部门 信以为真 采取行动 在这里我向你们 执法部门 忏悔 向阎王忏悔 希望菩萨 怜悯原谅我 也原谅执法部门 是我害的 原本心灵法门 师兄知道我的情况后 都一直发善心救济我 可是在我到处造心灵法门 口夜后 大家就停止来往 我丈夫死后 丈夫生前一个很好的朋友 看我可怜 我们家没什么钱财 经济常常陷入 赤红状态 常来看望我 给我帮助 我一个女人 失去丈夫依靠 养家育女实在辛苦 她看我可怜 两个人长期来往 我见生情义 可惜对方已经有家事 我犯糊涂 不知道男人本性好色 自己又忘记 师父所言 情不自禁 我犯了邪音 成了她的情妇 也是我吃傻 我原本已经许愿吃素 终身学佛念经 会好好超度 我的丈夫 退转不休后 我全部违愿 只顾着沉沦遇海 享受这个男人 对我的甜言蜜语 和他吃喝玩乐 为了讨好他 我装委屈 他是我所在城市 有一些影响力的人物 和执法部门熟悉 我向他说心灵法门的坏话 隐藏自己的真实情况 他信以为真 向他执法部门的兄弟告状 他兄弟听信他的话语 被按采取行动 我做证人 对不起师兄们 我害了你们 我害了师父 我对不起 观世音菩萨 也是自己作恶太多 我为这个男人掏心掏肺 为他打胎两次 原本以为他会离婚 想生下来 可是他不想要孩子 对不起 我无缘出世的孩子 原谅妈妈 不久后 大家关系生变 他渐渐对我不耐烦 语气中对我多有不幸 我恨命运 为什么如此对我 疑自他前来载我 出去商谈我们的关系 我在车上哭泣 他语气不耐 我发狂与他争吵 鬼使神差 竟然扭转他的方向盘 车子失控 撞向安全护栏 爆炸起火 两个人一起 烧死在车内 我死后 阎王告诉我是我丈夫 与打胎孩子 对我怨恨难消 附在我身上 冤魂索命 两个人才发生争吵 死后阎王审判 投入无间大地狱受刑 日日夜夜嚎哭 可是太迟了 刚好遇到童子游地府 观世音菩萨 慈悲我 特调我灵体过来 马XXX地府向阳示人 做个交代 亡灵哭泣声 不断 阎王听完罪灵供词后 在公文上改章 吩咐鬼差 把罪灵带回地狱 继续接受惩戒 弟子看着罪灵 连哭带好 跪着求阎王 不愿意跟着鬼差离开 被鬼差硬拖着走 阎王叹了一口气 说 观世音菩萨 大慈大悲 书写公文给地府 等这篇文章 在阳世转发分享后 以此功德消这个 罪灵无间地狱的罪业 可奋持地狱 邪音 以及其他地狱的惩戒 还是要他自己承担 菩萨虽然怜悯 众生无名造业 但是佛菩萨 不动因果 自身所造之恶持 自己承担 说完 弟子回阳间 答 师父好像记得 有这样一个人的 出车祸烧死的 都查证得了 不要拿自己的会命 开玩笑 去造谣 乱讲话 真的要好好修啊 孩子们 2018年11月30日 来信答疑 269 是 不 不是 是